当谈及中国历史 不容忽视的便是那些游牧民族的星体 从匈奴到蒙古 这些民族的崛起分裂和消亡 构成了中国北方历史发展的重要篇章 让我们一起回顾这段充满传奇和震撼的历史 匈奴可能是最早出现在历史记录中的游牧民族之一 他们的起源和人种特征 如今已无从考证 但他们的兴起发生在今天 内蒙古英山以南的河套地区 与汉朝发生了多次激烈的战争 这段时期的历史留下了众多英雄与传奇 汉武帝时期 获去病和魏清对匈奴的打击 使其一度分裂为南北两部 南匈奴向汉朝称臣并维持了一段和平时期 而北匈奴则在斗县的进攻下向西迁徙 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鲜卑士可能是从匈奴分裂出的一个分支 他们与匈奴争夺霸权 并最终在鲜卑鼎盛时期 以北魏的形式出现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鲜卑逐渐融入汉文化 不再保持昔日的游牧民族特征 突厥则是另一个重要的游牧民族 他们曾臣服于柔然 后来夺取了柔然的地位 并统一了北方草原 他们在唐朝时期分裂为东西两部 其中东突厥归附于唐朝 而西突厥逐渐消失于历史之中 契丹则是鲜卑的一支残部 在唐朝时期与唐朝发生过多次战争 随后耶律阿宝基建立了辽国 并逐渐融入汉文化 一个重要政权 女真则在辽国的衰落后兴起 建立了金国 并对中国北方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金国灭辽 灭北宋 其兴起和覆灭的历程 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节点 蒙古的崛起则在中国历史中 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蒙古通过一系列的战争 征服了金 夏 南宋等势力 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重要统治者 后金时期的工商业发展 和火器的广泛使用 改变了草原与中原之间的力量对比 也促使草原逐渐向中原归附 这些游牧民族 在历史的长河中崛起 分裂和消亡 他们的故事充满传奇色彩 对中国历史发展留下了深远的烙印 他们的文化 战争和政治统治 构成了中国北方历史演变的 重要组成部分 也为中国历史留下了 丰富而多彩的遗产 我们的故事充满